难道真的堵不住中国的半导体吗 为什么我们说堵不住中国的半导体呢 因为半导体我们知道跟G5息息相关 中国的G5现在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五角大厦说 他们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中国的间谍气球 但是没有击落它 等会来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击落它 这个中国的间谍气球很厉害吗 这个气球到底要干嘛呢 会从事什么样的间谍工作呢 而它背后当然是它的半导体的技术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SEMI有事情说 美国其实挡不住中国买DUV设备 你不要以为艾斯莫不出货 它就买不到 它在二手市场可以说是狂扫 我想其实中美的科技战 又升级到另外一个新世界 军武战 这几天美国打开了什么CNBC 我去看一下Fox新闻 头条的 飞碟入侵就一个UFO进来 美国 这是美国民众 自己去投书 美国说这么恐怖 结果发觉 它是一个热气球 在天空飞 这热气球如果是人玩 这不是普通的气球 不是 它的气球上面搭载的什么 情报的什么 收集的这个镜头 所以怎样 等于是什么 收集情资 然后中 那个什么 美国的军方去查 查出来是中国的 你可以挡住不让他的飞机到他那领空 但是你挡不住热气球 我你说得对 这个热气球 我飞机要到美国领空 不是说青菜可以去 对不对 但是热气球 你就没法 这个热气球 是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北边飘进来 飘到这个普遍的蒙大拿走的时候 现在说中国说自己飘进来的嘛 所以美国的政府就现在说 五角大小公我要把他打下来 结果那个你说拜登说 等一下先别怕 听说不能击弱嘛 对因为现在要怎么 布林肯现在要访北京嘛 你现在如果击下来的话 他说两个啦 第一个会造成这个两边的不安 第二个时候他说怕击下来的时候 打到什么地上的人 所以因为他们叫低嘛 据说是一个空军基地嘛 对所以说其实 这门大拿走的 其实在这边是空军基地 而且有什么有飞弹井有核弹井 所以这个就等于怎么样 中国派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间谍气球 来收集群之 这样我们刚才好 为什么其实在上一个这个年代 在冷战时期 美国也是出现这个 美国做这个冷战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所以美国是解除过这种间谍气球 对但是当时是对谁 对苏联一样对中国 当时就什么 跟苏联跟中国的西北边 他用气球过去干嘛 去收集他们的什么 核弹的勤资 港宽艺术 今天你便知道美国 自己被中国的间谍气球 来收集 也是收集他的核弹勤资 因为下面是空军基地 而且是核弹发射地 不过昌星 这个间谍气球呢 刚刚你也谈到冷战时期 美国就已经有了 对 那现在的间谍气球 跟冷战时的间谍气球 那可完全不同 现在是高科技 我们为什么谈到半导体 因为这背后 如果没有半导体晶片 而且是高制程 高阶制程半导体晶片 是做不出来的 对 我们现在来说 这个新型的间谍气球 跟古兴的有什么不同的说 为什么 人家说 现在有这个所谓的 卫星空拍就好 为什么要这间谍气球 不是无人机就好 观众朋友你知道 这个间谍气球 飞起来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不需要动力 不需要动力 无人机你可以飞 无人机你会不会电池 续航力你不够 所以你如果是用 现在的这些间谍气球 飞上去 人家多厉害 间谍气球 下面刮一个太阳能板 再刮一个什么摄影机 就结束了 就让它飞 一直飞 不用下来 所以这个其实 从美国自己 这是美国自己的 大家看了图片 美国自己在六个州 就要说这个什么 气球的什么 气球的监视网 为什么 飞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怎么样 去做这个所谓的一个 布局跟监控 这又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所以它有太阳能板 它有监控系统 那它就可以补足什么 卫星如果很高的话 它转速很快 这个气球 它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可以什么 实时的监控 所以现在反过来说 也有人用阴谋论来说 为什么美国不去打下来 因为美国如果把这个 间谍机球打下来 美国民众会就会说 我们在监控 不是要监控 不是要把自己的全部 撤下来 因为也是在监控民众 所以就变作说 好 装作不知道 所以那个 揪班的时候不打下来 但那个地理器真的很厉害 因为据说它里头的 AI和那个晶片 它是可以侦测到 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 它的高超音速就是 补足现在传统雷达 跟卫星的不足 因为它刚好 飞在大气场的中间 所以就可以什么 补足所谓地面 跟所谓的卫星之间 来收集这样的 那个轰窗 好 那我回来讲半导体 因为这个背后就是半导体的技术 跟高阶晶片 那中国真的挡不住吗 为什么到处这样围堵 还是堵不了呢 说实在的 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做 有一点为时已晚 为什么中国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说 在EUV 我们前前讲过 EUV是高阶的 EUV被挡的时候 中国就先做一件事情 狂买DUV 然后他用DUV 就可以去做到高阶制程 有够厉害 对 他说DUV去做 然后去什么 想办法 他们叫做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做起来 不过阿冠 你说到一半就说 他想要做高阶 不过中国自己内部评估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EUV这么高阶 他只有把什么 把DUV量产化 就可以撇开日本 撇开艾斯摩尔 这就是这个中国现在正在做的 那他到处去买二手的 据说因为这样二手的报价 涨17倍 差不多涨10倍 Keylon1995年一台 可能买10万 现在市场价 二手价就是什么 140万 就大概是10倍 大家想要为什么 第一点说 现在不是EUV DUV都被防堵了吗 所以中国现在只有两件事 第一 他要囤更多的DUV机台 第二个是怎么样 以后没得维修了 他要靠这些二手的机台 来做维修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中国现在只缺什么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中国在E4奈米制程以下的先进制程 他可能没得到 可是如果在所谓我们说的成熟制程的部分 虽然美国挡着他 不好意思 他现在DUV 封测的已经做出来的 所以比较这种后端的做出来 他现在缺的是什么 晶圆代工这点 他做不出来 尤其是高阶跟晶圆代工 他比较缺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做什么测用的 他不需要高阶制程 所以他们还是在拼这块 所以接下来 现在来说 如果中国的DUV能够量产 他就可以什么 抑制美国说 你跟E4奈米不要买 不要紧 我们自己可以做 可是也跟三星一样 现在的良率很低 所以他们良率低 然后中间的晶片做不出来 还是现在他的致命商 好 那他怎么样去买这些DUV 跟二手设备呢 他是绕道 对 那谁去帮他买呢 据说张汝津 我们台湾去的张汝津 他也买不到 是青岛新恩这家公司 专门在市场上狂扫DUV 和二手设备 好我们回来看 那么半导体现在怎么操作 怎么投资呢 我想其实 这一波的半导体 我只给他一个概念 美国一直在公布财报 财报公布都不好 不好 可是股价一直涨 所以大家现在要反向之好 跟去年的年初一样 现在是在做什么 市场紧缩的结束 所以基本上 钱本来一直紧缩 大家预期紧缩结束之后 紧缩的话 本益比会变低 现在大家预估本益比会变高 所以跟企业的营收 其实我认为不是直接的相关 是钱变多或变少 现在大家预估说 钱可能会开始变多 所以本益比会开始上调 所以现在市场的选股 我觉得你本益比找什么 由低往高走的 所以举例你说驱动IC 你驱动IC来说 现在说什么 坏到不能再坏 所以你看 营收也跌 全部年增越年跌 然后越也跌 那基本上 可是它的股价一直在涨 它具备两个 第一个本益比够低 第二个殖利率够高 所以你看法人都在买 反正坏到不能再坏 坏到不能再坏 最坏就这样了 所以说只要公布出来的营收 越减停下来了 它就开始反弹了 那我们现在选谁 好 那我觉得一个驱动IC来说 它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IP今天很强 可是高价的IP保管创意 你追不到 大家就去追低价的 比如说资源宏观 这个其实它的所谓的价格 都是一百多块 所以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 一百多块也不算低价 创意线要高百 高百 有的世线 你说七百百 还有这一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3035的质源好了 质源 创新说算低价了 来 质源在接收在194.5 对 所以说 这个高平 我觉得以本益比来说 它算是算比较低 可是它已经连续红K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追 回过来我们刚才看到 刚才这一页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 我觉得哪一些是我认为说 它还没有涨太多 而且本益比比较低 比如说驱动IC里面的南茂 或者今天比较强的 Type-C创为涨上去 对不对 预创比较低 所以我的推移是 8150跟5351 南茂跟预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南茂 8150的南茂 我们先来看南茂的股价 南茂的股价 在今天是收在36.2 对 那你看出量 而且如果下面帮我换外资的话 其实外资是什么 开始在那边开始慢慢吃货 而且刚刚突破 我认为驱动IC 尤其是做面板这一块 只有一个重点 公布出来的营收 没有比之前差 本益比一上调 因为现在本益比很低 都六倍 七倍 一调整个盘就会上去 而且相对的比较安全